这个module把它copy然后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中间我多加了删除的程式叙述 这个删除的话其实语法也蛮简单的 而且蛮直觉的 它的语法跟slate有点像 但是特别之后它的语法是delete 特别之后delete删除 from刚才slate的所有的栏位 这边不用指定栏位 是delete from哪一个table 但是你要告诉他说 你要删除的是哪一个编号的资料 如果说你今天假如说你后面没有这个叙述 你只有delete from table的话 它就会怎么样呢 把你的所有的资料通通删掉 delete from table意思是删除所有资料吧 所以理论上我们没有要全部删 我只要希望编号3的就好了 那编号3的话怎么叙述 其实跟刚刚那个slate后面的叙述有点像 给它一个条件 所以特别之后在seql语法里面下条件的话 就是用will这个叙述 will呢后面空一格加上哪一个栏位名称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我第三号那个帮我删掉好了 三号那个 ok 那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一样啦 seql 但是特别注意 底下的话除了seql之外 一定要再加一个comin ok 你想说老师刚刚你那个slate为什么没有comin 因为slate唯独的 我们读取而已哦 没有做变更哦 如果你有变更像insert有没有变更 有变更嘛 delete有没有变更 有变更 像update的话也有变更 所以有变更的话一定要comin 确认 但是如果你没有变更 比如说我slate我只有读而已嘛 读啊 没有改啊 只是把字要读的话呢 那就不用comin ok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我底下一样 我就把它delete完之后 那底下呢就是 你用刚刚的slate 我用slate的所有front table 等于是说删完之后 我再看一下 有没有确定帮我删掉 第三号的那一个编号的人 ok 那我们把它执行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 就是先连线 然后删除 删除完之后再把它读取回来 ok 这三个动作 ok 执行一下 ok 你会发现三号的就不见了 当然呢 你也可以再把二号给删掉 如果越删越少就没有了 如果没有就把它insert回来就好了 ok 所以其实 有没有 这有点像的 当然我们现在是没有做表单 所以将来如果你可以再做表单 表单的话就让它填资料 insert into 让它填 填完之后 背后的程式也是insert into 到资料库里面 如果将来你要把资料读回来的话就slate 如果你要删除哪一 某一笔的话就delete ok 应该可以理解啦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delete的话特别是三行 这个云端上也有范本 可以参考 那再来的话最后是update 修改 修改 我剩一笔而已 ok 一笔 假如说现在是一号的话呢 是02 它电话码是123 可能把它改021-321好了 我要修改 那修改的话其实也大同小一大 跟delete 语法其实也满容易理解的 底下的话一样 其实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把那个怎么了 刚刚是delete的from 现在是update 后面连from都没有 update 哪一个table 然后呢 只是说呢 你要再多增加 会有叙述的前面 多了一个什么修改的叙述 set后面的话就是 你要修改哪一个栏位 的什么资料 然后呢 后面的话再加上什么 你要修改的是哪个编号的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会有number 等于1 有没有 那set特别重要 set我要把电话改成什么 本来是02123 我把它改成02321好了 我把它改成这样 所以我要修改 因为其实目前只有剩下一笔 因为刚刚删除 把3跟2给删掉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把唯一的这一笔 会有number 一个等于1 然后呢 set 它的tl 它的电话呢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321好了 编123 那试一下 那一样呢 这个因为呢 它也有变更资料 所以一定要有commit 所以你会发现 好像语法跟那个点击差不多 所以我就直接干脆顺着讲好了 其实这三个指令 大概就足够你大部分的需求 用了用去 好像也很少用到超过这四个指令的其他用法 当然不是说 SECLE没有其他的方法 只是说其他方法 怎么讲 用的相对就是比较少 当然呢 你想如果想知道SECLE有没有其他更多的方法的话 坊间有很完整的叙述书籍 有没有 光一本SECLE语法 厚厚的一本 但是不见得每一个语法 你都一定会用得到 OK 所以主要的 我们先把那个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会的部分先说明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update完之后 然后再把它slate回来 就是update完 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变更成功 所以执行 好有没有 321 OK 然后 假设说我再把它变更 321 123 像这样 OK 再把它执行 又变更了 OK 当然刚才有同学问说 如果用SECLE i Browser 可不可以 其实SECLE i Browser 也有变更或删除功能 所以如果将来你想要什么 直接在这边改 他也可以直接这边改 有没有 你可以改编号 改电话 比如这电话 他这边也可以直接apply change 也可以变更 图形化功能 另外当然你可以 可不可以把语法放这边 其实也可以啊 比如说我刚刚这个语法 我如果不在这边执行 我把它放到哪里呢 SECLE i Browser 这个 the exqueue SQL 按一下 exque query 这个 跟这个 其实是到底差不多的哦 所以 如果把exqueue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哦 在Browse Data 有没有 这边就变更了 也是一样可以从这边去exque 有没有 把它exque 它里面的资料也会跟着变动 OK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呢 下的语法 SECLE是在这边下的 如果将来你想要直接 你就不透过Python程式 你想要直接在这个 seqlite browser里面 直接跟资料过沟通的话 也可以直接在这边下语法 是绝对没问题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 刚刚主要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delete 一个是update 练习一下看看 好 那当然我unline上面 我把它改写成那个 加一个变数 X等于 请问要修改哪个编号 那当然你也可以再把它加上去啦 如果不加的话 主要就是很很基本的 就是会有的叙述 然后看要修改哪一个编号 那如果是update 就是set 修改哪一个 栏位的什么资料 好 好的 好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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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一次